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雪凌 又不是阿怡 鏡花先生 贏者 過了動漫節 我們又回到你身上 你要補充一件事 就是我們動漫節的一些文字記錄 是正在推出的 所以大家已經會看到CP其中一篇 在這個動漫節期間之後 其實我們請主持他吃飯的時候 有幾個 然後很短的問題 鏡花你能夠稱為良心 都是紋紋水水的 其實我不明白為什麼我是良心 我明明一直都是 黑暗系的 我以前黑暗系起頭 你頂多你現在是甚麼 我給你中立善良好嗎 你明白 其實我是去黑暗系的 誰不知進來無雙發覺 有些無盡的黑暗見識了之後 我發覺我都是退避三射好些 即是鏡花都是黑暗系 因為我們面前是小二科 對 我只是小二科 沒理由喜歡耳餅 繼續這個新番的介紹 雖然已經有一半了 有些已經是 有些完 還有些完了 有兩貪圖完了 有被迫完結 有完美落幕 有些真的完了 我們都很少在第四五集 還有些已經一氣過播了十三集 對 日月美完結 那裡是《星之夢》 被迫完結後會說 一節十三集 那一條reli 對 夠了再回顧 我們 第一套要說 說一套大家 好像評價都不差 不是四天王的輕小說 雖然名字看起來 我本來以為 我本來以為 因為看名字我已經很害怕了 這麼長呢 發條精靈戰記 天鏡之極不知聲 對 一堆這樣的字眼 很喜歡的味道 我這樣說的 看了五集 我覺得是標題欺責 他沒錯 他都有兩個故事 一個是發條精靈 一個是極不知聲 現在是極不知聲 叫做到現時為止 我只可以稱為那隻是什麼呢 那隻是SD卡精靈 那隻絕對不是發條精靈 我都沒看到那條發條 有一次差點很有用的 你不記得女主角那個精靈 差點很有用 他有一下 第四集最後就是 叫她不要動 叫她不要動 一動 你放火 我就斬你住 天鏡之極不知聲 我想應該是說那個王國 那樣東西 那個地理位置 應該是這樣吧 因為我看到 王女的戒指 好像是有棵樹的 好認真 我一直都是無視了那個字 發覺天鏡在哪 極不知聲 在哪個精靈有法條 原來她有什麼 其實這裡只能看到戰技 其實她真的是一個戰技 因為我的故事就是 講兩國地方的交戰狀 對 她可能沒有說 其實她一開始 她都是用在主角身上的 一個視點慢慢的 主角因為要參加一些人測試 不是 他要參加 一陣子又是遇到風波 不是 重點是她不想參加 她被迫參加 這個是Hunter 是 我說錯故事 我看錯故事 我看錯故事 他們要參加這個 叫做高級軍官的考試 途中裡面 因為遇到這個 船難 飄移到敵國 還順便撿了公主 公主的船 那你本身在船上的臉 的確 沒什麼交集 因為其實她開頭 在船裡 其實也是 很角色介紹 主要角色介紹 那五位 但其實我不太覺得 那個位置有什麼用 不是角色介紹 你一開始會很難頂 應該這樣說 其實 她是決定了 他們那五個人 在一起之後 那時候的套路 定位 男主 即是他們 Hifter 他們兩位 會很同心協力 去套租 我記得那個肥 馬獸 這個字短 真的 團隊的良心 綠法左激獸 綠法英俊 對 我說一條女 哈哈 很沒氣憤 沒有用的 很少氣憤 她是追氣憤那麼多 她是治療兵來的 即將來你有什麼東瓜豆腐 手斷了 找她幫忙 治什麼療兵 你要明白一件事 良心 是只要在關鍵時刻出現 就足夠了 你打父母沒有奶媽會死的 雖然奶媽不一定重要 我不同意 真良心應該是公主 大哥 我覺得她應該是吉祥物 錯了 公主是黑的 你別那麼開心 她在船裡 其實是不停在表現 男主角 她那種思維 多麼在這個世界裡 多麼站身 多麼戰略的宏觀思維 科學的理解 其實我雖然那個動畫 也不可以跟現實的世界線去想 啟蒙時代的感覺 不再是神權 而是想 應該是啟蒙之前 啟蒙之前 啟蒙之前 因為開始想科學 邏輯和科學 幾歐美 十三世 十四世紀 那種世紀 那種很跟戰法 那種跟中國一樣 中國戰術 不是戰陣 那些戰術 戰陣 那些是什麼呢 是一個概念 他們視為戰術戰陣 是邪道的東西 中國是以陰人為主 但在外國裡面 其實是什麼 戰術戰陣 是一些很光明的東西 大家是什麼呢 好像捉棋一樣 騎士道 即是說 現在一打一打 或者是什麼呢 你恩住來 我明早就跟你打過 我越陣破你陣 所以其實我看的時候 我很有那個感覺 就是看任何英雄傳說 我記得任何英雄傳師一開始說 楊威利就是 他是專門對付戰陣的 他一開始是show quality 即是他也是一個契弟 他也是有點契弟 他也是有點契弟 他也是用容懶懶的感覺 這個也是很經典的設定 因為其實很容懶的智障 是智障 他這個真的是智障 智障 智障 智障型的角色 近幾十年來都很常見 即是即使你那個近距 近距很像的 奇幻智慧隊裡面主角 伊丹 他其實也是這種類型的 總之是什麼呢 偷懶智障 有些人經常會說 很麻煩很麻煩的角色 但其實你會看到很多 這一類型的智障 在各種大大小小 不同的作品出現 伊丹是幸運 也不算智障 他那個智障的地方 是在於他告訴你 我的戰術就是容懶 我用最簡單 最懶的方法 最器的方法 搞定這件事 這裡其實 逃到自己的角境 這個事件裡面 說了一些劇情的事情 就是什麼 角色自己本身的背景 其實是有一些 由他們落爛開始到完結 其實無論伊庫塔 他自己就說他很討厭 軍人 這件事 英雄那些 其實有提供過這件事 他聰明的 跟其他有些作品 尤其是有一套 《魔彈珠容易善機》之前那一套 一開始就說 什麼呢 將世界擴大到給你聽 就是資訊量你根本接收不到 他這裡就很聰明 純粹告訴你 的確 還有他有飛船 你沒有拿到任何其他資訊 我喜歡他的格局的擴張方法 是他先告訴你 那個戰爭是哪兩個國家 但是他在描述的時候 只是用邊境的小事 去說回他們的真正 即是他不會說 19多少年 然後這個國家就打了這裡 然後這裡成為這裡的領地 這裡成為這裡的領地 這裡的人民很痛苦 這裡的人民很痛苦 然後其他國家就聯合在一起 去打獲他 然後說完一大堆唱 我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他終於明白到 這個世界的觀眾 是不喜歡聽timeline的 有一套動畫 我都明白到 這裡的故事裡面 其實他不停地用一個很小 還有就是什麼 我覺得他在P-Sense角色 那裡其實做得挺好的 因為其實這裡 叫做他們落爛團隊裡面 每個人的出身也好 他們的背景也不同 馬修那些就落爛 已經是抹落了的貴族 他都要鎮守地 那女主角那個就是名門後代 名門劍術 然後跟著帥仔 綠色的帥仔 他也是一個 都是名門 都是名門之後 不過就是男女 然後男主角就是叫做什麼 被冠上了問題學生 對 公主就是一個王族 其實他們 還有一個護士 明文 是不是發覺沒有護士 你又叫人良心 你又沒有護士 店良心是不需要經常顯現的 在外國內說 那個簡介是良心句號 重點是經過你這個介紹之後 你很容易將我們所知的職業 已經配上了這幾個人的身上 他裡面其實有趣的一件事就是 你看到的 每個角色其實 他展現他的個性 和他們的施考方式 跟他們的身分是很符合的 他這裡最強烈的其實是王女角色 其實是 到他們落爛 就是回去之後 其實你看到的 為什麼我們 以前有說過 有些人覺得王女是黑的 在這個叫做 王室政治的局面裡面 他一定是懂得玩一些權術的把戲 他只是12歲而已 12歲又怎樣 你留意他第一集 為什麼會在船上有疑問 但合理沒有問那些問題 就是回去之後不會問 就是一個在船上沒有任何護衛 衝過去 然後留下敵國的時候 如果不是遇到主角 死了 而你看到就是 他那種劇 你與其說他是報恩 他不如說他只是借這個時機 去應用主角群這一班人 培促自己的勢力 是的 報恩味是很薄的 如果這樣想的話 第二集咬手指的一段 是相當有機心的劇情 就是擺上桌 就是跟當年劉比顧三草奴 是一個意思 令到你男主角現在不能不幫你了 沒有得四路 沒有得四路 因為你看到的就是 當他發現了這個人 好像有將才的能力 其他他身邊的人 都有些奇能儀式的感覺 你看到他在封 他就位之前已經查完 加紮起他底 查完才給他 就是他知道這個人可以利用 就是不需要說什麼 上次你黃金十萬兩之後 大家各自各 你還你我還我 就是不會這樣 你看到就是那個延續性 讓他吃著上 簡單一點 但是另一方面 你又看到很有趣 你看到他在一輛車上 慶高彩 可以數他三代 那一刻又有那些小孩子 知道一些事情 很想跟大人說的那種味道 很符合他的性格設定 應該說他一個黃失成年同時 他也是一個小朋友 看來一個十二歲 還有一些事情他都不清楚 他都不清楚 實際就是他知道 就是什麼調兵遣將 就是保衛國家 就是匹夫有責 但是真正上到戰場的時候 他發覺會死人 他的衝擊力是很大 他不知道我會死人的嗎 所以我感覺就是 所以我不會覺得第二集 他像是基森 而是他很憤恨的感覺 你不會討厭他 但是你也會說 他不會令到你覺得 討喜這個角色 你只會覺得 他是合乎他做的事 就是在那個葡事層面上 還有在他的角色上 是合你 但是如果你不是 有些特殊的興趣的話 你不會對這個女角 產生興趣 OK 你不能否認他表現 他表現很亮眼的 你有特殊的興趣 包括他都看Elia 喜歡一個角色 或者什麼 其實你是對他的個性 但是你知道就是 這個角色 至少就是 他會有他基森的一面 每個角色 其實都 尤其最沒有的 我想是 梁森 馬修 馬修 他叫做復興自己的靈魂 對 他有一個向上的動力 對 所以他一定會有這些事情 之後 當然你說不得提 他不停在強調 這個智障的上位之路 是怎樣呢 成名之路 當然你要提出這個智障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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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真字像在那裡 有多少 因為通常我們看開以前的作品 就是說這個角色很聰明 很厲害 很想法很厲害 也是戰力很厲害 通常第一集做完之後 之後的戰役 一 對方智障 二 劇情需要讓他走好賽 幸運 劇情做不到出來 在第五集回憶 回憶那集的小朋友戰術 不算在四集裡面 我們討論 第一個就是落爛裡面的戰術 其實那個戰術叫做什麼呢 他應用軍人的心理 就是不怕揹飛 軍法處置的問題 就是揹飛的問題 然後 他首先問問 你們是不是三個人 OK 對惜你先 第一件事截了你後裏 我覺得OK 至少你 如果他說不是三個人 就不要對你 就是他妄想敵人的底細才行動 這個就是呼應到棋局那裡 一開始說 就是現實中 你不會看到整盤棋是怎樣 你要先確認 身邊的情報是怎樣 才去下一步行動 三個兵對立你 不是 但他有這些策略 其實是 很基於他自己本身有的知識 而且你要基於 你沒有收留料 因為這個假説 其實他沒有一個思考 就是 可能說一句 有一個說 你信嗎 他可能有後手策略 其實說 你不擔心這個士兵 我忠心外國 我死傳 我都不會說真話 告訴你 你不擔心你面前 那個神經病很榮 他都有賭一把 我相信 他有賭一把 你的思維他都控制不到 他叫做 有張底牌的位置 就是沒有人知道 他們這班人 現在的真實身份是什麼 所以他覺得值得賭一把 他是賭在這個位置身上 因為就算壞了 只不過就是假裝這個士兵 把他們運走 並非再謀下一個策略 都還有退路 但是那個位置 譬如你說 三軍那個 我可以當你算 但是你直闖軍營 其實你不知道駐軍有多少 我覺得 另外一件事就是 其實你一開始 他中間也有提過 就是 你女主角的紅頭髮 有一個icon 是他這個家族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如果對加多的軍人 未必有完全沒有警戒性 另一方面 你都不知道 對面戴軍那個人 他是不是很了解自己的部下 他認得你好像不是這隊 那你也是死的 不你這麼說 你當這裡是邊境的細區 你以為我守這個 山卡拉斯 打過領村 應該是良好一些細卒 不會是一些大人 他會這樣想 因為男主角其實是 基於一種叫做什麼 他運用他現有的情報 作出估算 和推測之後的發展 無論這件事件 和他在學校裏面 被欺負 然後他借勢 找了公主角一節過來 去計算 就是說 我知道有這個情報 所以我出來扮 我出來扮英勇救人 那這裡其實 他都是在說 他的策略思維 是用這種套路就是 可以收集到的情報 利用可以利用到的情報 之間的聯繫 去作出 假設對方會運用到的情報 會做到什麼 還有當我有這些情報 我有什麼相應的對策 可以做到 還有這裡 他已經覺得 既定設定了 所有士兵都是蠢 和不會動腦筋的 這個是OK的 因為 其實男主角 他一直說的就是 他沒有描述到 男主角是聰明絕頂的人 他告訴你 他想出了一個思考範圍 在一般的戰略 和一般的黑曉兵衍陣 你這個說法和八旗有什麼分別 他不是告訴你 我特別厲害 那些人真的很智障 他只是告訴你 其實他一直在運用的 就是那種軍人的雜性 去到現時四集為止 他運用的軍人 對他來說是壞習慣 跳不出那個思維的框框 等同於你看Joker Gang 裡面 DG剛的人 怎樣去說那些軍人 那種個性 就是你根本走不出 這個combination 他那句說法最明顯 就是贏了一場仗 不是叫你去一打三贏到 我要你三打一 安全地勝利 這樣才是正確 這個現在不是一個英雄主義 它是一個戰爭 你一打十 贏了的話 沒有人會告訴你 這條一打十好的人 只會見到就是 一利 為他 周星時同學威龍 你贏了什麼 下面的人都死了 他一直在用這個 所謂戰術 戰術思維模式 去制定他的行動方針 所以無論就是 中間裡面 第三集裡面 《模擬戰》的故事裡面 他一直在利用 就是他了解到 對方那位老殘哥哥的 一些自大 和不可一世的態度 純粹簡單一點 就是代入去思考領域 又有領域 知道他的下一步 他也摸透了 因為本身女主角 是跟了那隊 智障大將 智障大哥那個位 他也要考慮他的思考 知道 不是說他可以控制 因為 當他第一次的計策成功了之後 因為女主角 預估到 他會出招 會搞到他 所以他的駐紮點 亦都是收窄了 令到他可以快速回放 主角就說 預計得準 我就知道你一定會這樣做 他有沒有去到八旗 男主角 他究竟做的事情 就是捉到別人的思考 的死亡 去做的 你有三個理論 你在那兩集之間 你要看到他了解到 對方那個人的性格 你作出的戰略 你要了解到 士兵 或者戰略的常規 和那個規矩 因為其實不同位置都有 像剛才說到 很快回防 他會想到對方的戰略 或者浮喬的角度 但是如果 你說去到之後 還是打埋伏 然後他去了路口 打 你正常戰爭 不會有局限範圍 讓你打路口 他沒有一個必要性 沒有一個時限性 那就是規則 而男主角的思維 他一直在說 他極力避免損失 他是不在意政治局面 發生什麼事 他在意的是這場戰略裡 你怎樣可以審存下去 所以我一開始 所以他的憤怒 開由他對中將的憤怒 你明知道死的 大哥 現在說 你這麼精忠報覺 幹什麼鬼 也是一句老話 好死不如歹活 那一開始 我是不明白 為什麼他要這麼憤怒 因為他一直描述的男主角 是輕輕浮浮 不想那麼在意 但是他們後面見到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 不喜歡這些白死的事情 但是第二實 最後那個中長也有關係 跟他的師父 應該是 一副筆 也是叫做 在中間裡 你說《巫異戰》之後 公主被抓的那一節 其實你也看到 男主角說了一句 為什麼你不找我 如果他找我 他會加入 成為策劃的一份子 這班人 其實是值得他尊重 比起公主 你看到他對公主的態度 其實是不好 因為他認同這班人的理念 而且他真的不喜歡公主 因為他過去的事情 不喜歡皇室的人 而且還是不喜歡他的態度 其實這個人 不是單純是他的身份 而是他的態度 其實他也是不喜歡的 你要明白跟老闆 大家是否很重要 如果他不喜歡公主 他不喜歡公主 就不喜歡跟他 只不過那種是叫做 君要神死神不得不死 為什麼要呢 他就說 為什麼要摟東西 忠誠可以燙飯吃 假裝忠誠幹什麼 你已經要死了 還要為了這麼腐敗的王國 尤其是這麼腐敗 這個反而我覺得是 男主角這麼悲憤的原因 他覺得不應該為了 其實這個位置 在政治局面上 他也說的 是因為為了轉移國民的視線 而去守這方面 明知守不了 明知就是要犧牲你這班人 對他來說 在主角角度說 他都當你垃圾的 你為什麼還要做中心的狗 跟他搖尾 為什麼不走呢 最多就是坐牢 坐牢也好 就是他還要養你 他還要 但是那個故事也挺唏噓的 明知是男主角是燙透了那個細局 他本來是說不想燙這個混水 所以他對公主有這麼強烈的反抗心態 就是不想他做這件事 對 最後那三件事都做完了 就是王族 英雄和軍人 所以為什麼就是 當救了公主之後 他對公主那種冷嘲而奉的態度 其實就是什麼 因為他說 死人了 現在就是死了 你感覺不到嗎 你不是很喜歡的嗎 你不是很喜歡 現在就是什麼 這些就是赤色公主 你又可以有分證號 是不是 你弄到剛剛那一刻 其實他覺得最後那一幕 反而是給自己一個落台階 其實我覺得 可以這樣說 對 他也不停在中間裡 過一節 女主角如何去阻止男主角 冷咒而奉 因為其實男主角有些事是抓死的 其實說 有中你就殺我了 我又不是很在乎 現在告訴你 我盤死無大害 我又擺明要串你了 串過你動手為止 現在要 打我笨 對 彈出彈又被打我笨 對 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他去第五集 其實再去回顧 男女主角這一段 傾伴的關係 如何去形成 所以這個節奏現在其實是挺慢的 這套東西 因為到現時為之 其實有沒有進過戲肉 其實沒有怎樣進過戲肉 我覺得有些感覺 我覺得打了第四集 還是打了無二戰 為什麼 去到最後那一幕 就開始覺得有些東西的分數 有些無雙爆 對 開始有些高潮位 有些小的局面 就好像 其實無論公主被捕那個位 其實就是什麼 由一場本來不是戰爭的東西 突然就升級成為一個陰謀 這些位置其實是那個劇情突然之間 是什麼 由一些慢慢帶起了整個節奏 突然之間去了 是最高級的了 喂 老酒王族 他的劇情推進是偏節奏慢的 所以他 多的 但幸好就是他的角色 如果說趣味性 我這樣說 角色是夠撐倒場的 我覺得都叫做 不是角色 是男主角夠撐倒場 對 為了這樣說 他有一些展開或者劇理的部分 他有充足的說明 至少你看一看 會說你明白的 你明白的 又不明白的 他講得清楚 我家就會接受 不是的 我不明白這精靈有什麼用的 電筒就電筒 你不可以要求他這麼多東西 你不可以 重點是那些精靈 其實你撇除了精靈 其實故事也在 只是一些很mine 我覺得那個是 一個照明彈 一個閃光彈 和一個granate的關係 和一排子彈 因為你知道那件事是什麼 我明白 因為你放進副題 就覺得好像很重要 但其實可能他會 他放進副題 他完全不明白 什麼北極星 他不知什麼 大顆石子 不要緊 所以你說 現在去到五集裡面 其實最主要是 她是男主角的殺車制 是 近戰無雙 還有 簡單來說 左腦右腦 他用左腦右腦的模式 左手右手 右手 你說右手 立足是左手 立足是左手 你想說些什麼 有戰術味道 還有有技術是什麼 不是單純戰爭裡面 是局勢裡面的想法 我喜歡看這些奇幻的 講大故事的作品 但我擔心 因為這套是十三集 可以講多遠 我寧願看這些 好過看那些主角 我無緣無故在這個疫情中 開爆氣 衝來一個人解決事情 這套之後我們會慢慢講 這套我們介紹到這套 暫時看下去的話 都放心的 看下去的感覺 很穩定的 他始終在輕小說的 原作裡面的評價也是不差 他是那些書迷評價高的 所以老實講 只要不是有製作群 發了什麼神經 就不知所謂 他會偷測錯藥 應該是沒有問題 應該是順利解決 不一會 硬硬插摩托 好像鏡花講的位置 日日十三集 究竟他用哪個位置 去做一個優結 是會比較苦惱的一件事 我們介紹到這套 我們到下一套